第1047集 大买卖 莫小鱼的车在杨帆别墅前紧急刹车的声音 惊动了屋子里的所有人 不由的都停下了话头向门口看去 保姆给莫小鱼打开了大门 莫小鱼走了进去 这些人当然是都不认识莫小鱼到底是谁 也不知道这小子到这儿来干什么 一时间面面相去 最后看向了杨帆 家人怎么了 莫小鱼走向杨帆的身边问道 杨帆没说话 竟直向楼上的书房走去 莫小鱼知道这里面肯定有事 看了看这几个人 没理会他们 直接跟着杨帆上楼了 这人谁啊 等听到楼上书房的关门声 楼下这几个人小声的嘀咕起来 谁知道呢 咱们这位洋行长可是正当年呢 其中一个人笑嘻嘻的说道 不要胡说八道啊 小心割了你的舌头 无论怎么说 咱们当年和老谢也是兄弟 有这么说大嫂的吗 另外一个人像是一个政治的人一样 训斥他 但是这一训斥不要紧 其他人都看向他 怎么你对大嫂有意思啊 一时间楼下客厅里闹哄哄的 保姆站在角落里仔细地看着这些人的一言一行 等会都要报告给主人的 现在公司是风雨飘摇 远不是算账的时候 妈到底怎么回事啊 莫小玉一进门就问道 跟随家人去美国上市的员工打回来电话 说是家人被人绑架了 绑匪已经开始要赎金了 你说该怎么办啊 杨帆问道 要赎金给他们就是了 只要家人能安全地回来就好 莫小玉不假思索地说道 我知道 给钱没问题 但是我听员工还说了一件事 说钱只是一个方面 他们还想要家人父亲的 和这几年公司的研究成果数据 我想啊 这事就没那么简单了 杨帆眉头紧锁 不单单是为了钱才下手的 对吧 那这个研究成果是不是很重要啊 莫小玉问道 何止是重要 这是企业立足的根本 要是没有这些研究数据 公司就是一个壳子了 连上市都不可能了 杨帆说道 莫小玉沉吟了一下 看来家人暂时是不会有危险的 他们要的不是钱 而是这些研究数据 这件事十有八九 是由公司内部人员在搞鬼 我建议 国内的事还是先报警 报警 这不行吧 家人还在他们手里呢 杨帆说道 妈 那些人在国外 我们在国内报警 是为了查清公司的内鬼 而且楼下那些人 都是公司的人吧 一旦报警 警方开始介入 公司里人人自危 也就暂时没这么闹腾了 否则光是应付这些人 也能把人给耗死了 莫小玉说道 莫小玉见杨帆有些犹豫 继续说道 而且这些人要的只是数据 又在国外 就算我们报警了 对他们来说也是鞭长莫及 他们也不会害怕我们 只是要和时间赛跑了 唉 我也是在想这事 但我的护照都在世纪委 要想拿出护照来 恐怕还要和美国那边 合十家人的事情是真是假 怎么办呢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呢 杨帆急得在地板上来回转圈 一只手紧握成拳 不停地击打着左手掌 可见其焦虑的程度 妈 要不还是我去吧 我先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这里离美国那么远 咱们不能光听那些人再胡说 公司里既然不稳定 那些人里也不见得稳定 总而言之 这件事要是没有内部的人做内应 不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 怎么会那么巧 没道理啊 还有楼下这帮人 到底想干什么 莫小鱼轻声说道 杨帆看着莫小鱼 看了足足有一分钟 摇摇头说道 不行 不行啊 你不能去的 女儿已经出事了 我不想再把儿子也送过去 虽然他们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你去了 面对的可是那些穷凶极恶的绑匪啊 不行 绝对不行 莫小鱼苦笑不已 但是对于杨帆的心情是绝对可以理解的 想了想说道 妈 我没事的 我不像是你想的那样手无腹肌之力 而且我也认识不少国际上的文物贩子 都有交情的 即便是去了美国 我也不是睁眼瞎 妈 我的英语已经可以和外国人进行无障碍的交流了 但是无论莫小鱼怎么说 杨帆就是不想让莫小鱼去冒险 最后 莫小鱼不得不说道 妈 虽然我也不想参与谢家的事 但是这次是谢家生死存亡的事 一旦家人出了事 你不会后悔一辈子吗 杨帆颓然的坐到了沙发上 两只手都在发抖 不知所措的样子实在让人感到心疼啊 莫小鱼走过去 揽住杨帆的肩膀使劲的搂了搂 说道 妈 我既然是你儿子 现在我不替你担点事 我啥时候还能有机会啊 杨帆看向莫小鱼的眼睛 莫小鱼坚定的点点头 终于 杨帆叹了口气 也点点头 算是答应了莫小鱼的请求 一旦做了决定 剩下的事就简单了 莫小鱼开始到了另一个房间 给拓拔青碗 银康宁 杜曼学等 和自己关系密切的人打了个电话 免得他们到时候联系不上 而杨帆则给市局打了电话报警 一旦决定怎么做 杨帆的效率和手腕就显示出来了 莫小鱼没理会楼下这些人 和杨帆打了个招呼 静止开车出了门 去了梅云云云的饭店 梅姐 真是不好意思 刚刚我确实是有点急事 你们吃完了 梅姐 能给我来碗米饭吗 莫小鱼说道 你这是怎么了 什么事急成这样 看你这一头汗 龙云云说着 递给莫小鱼几张纸巾说道 谢谢 莫小鱼接过来擦了擦 看向翟尾刚问道 老朕 我接了一个大单 你去不去 不过这个单子 可是有风险代理 做成了 给钱 做不成一分钱没有 来回的成本都要自己套 什么意思 龙云云看向莫小鱼问道 咱们市里的一个大人物的孩子 在美国出事了 让人给绑啊